台湾省省瞅瞅,我们东北,咋滋水的? 我们这累计雨量200毫米,你们中国台北,连车尾灯都看不见 各位老铁们,公安泡水啦,该不该就?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越来越多的中国旅客以及中国留学生啊 大闹日本,跑去耐凉啊,对耐凉的路全打脚踢 不然就是为他们吃阿强哥,为他们吃自己的午餐 上周我才分享过三个大闹耐凉路的事件 这几天又有一起,一对日本母子同样跑去耐凉 为当地的路吃自己的午餐,被日本人抓个献禽犯 我们马上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吧 而现在日本政府啊,派出了警察到场用中文劝说 请大家爱护小动物啊,不要对他们拳打脚踢或是喂食奇怪的东西啊 日本政府为了避免被小粉红说愁中 所以同样的加上了英文跟日文用语来宣导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可爱的宣导片吧 通常我们看到自己家乡的人在海外做一些破事 还不是一两件个案而已哦 已经多到让当地的政府都派出警察出来宣导 可见还没有被大饭运运动让我们看得懂的可能更多 而日本电视台也做过节目哦 正常的人的反应是什么呢? 诶,我们要谴责跟呼吁自己家乡的人不要丢脸对吧? 而不是去喷海外的政府仇恨自己的人种或是国家 为什么只说中文呢? 你看人家劝导不仅只有说中文 日文跟英文都说了 我怎么不见讲英文国家的人出来骂? 你仇英啊!你仇英文体系的啊! 你仇恨澳洲人,纽西兰人你仇恨美国人 我没有听过,对吧? 而前几天巴黎奥运开幕式 我看到的是小斐红在呛美国、呛日本 破国还可以包船 昨天那支影片的片头,对吧? 是你们整天仇恨日本这个整体哦 去年一堆滞留在日本的中国人 也是集体到了日本的出海口去捞牡蜜,对吧? 他不敢了,他不敢了,他不敢了 把这个牡蜜的壳就随意丢在路边 造成很多日本人踩伤 那这也让日本的电视台做过节目 然后日本政府就在出海口跟河边立牌 写上中文、英文 禁止随地丢弃牡蜜壳 而当地的记者跟电视台 每当去突击采访的时候 突击检查的时候 抓到的现行犯 通通都是说着中文的中国人 而那些牡蜜是早年日本政府 为了清除和污染放下去的牡蜜 所以那些牡蜜都含有 非常重的重金属 当初还被一些中国大妈笑话 日本人真笨啊 这个免费的不吃啊 要去超市买那些牡蜜 也是啦 在中国都可以吃气才有了 去日本吃那个重金属的牡蜜又算什么呢? 日本政府还为了不伤害中国人的感情 特别写上了英文对吧? 还有日本店家也是爆料 最近有中国旅客把他们家的民宿搞成了 这样而日本的一些超商啊 也开始写了简体中文说 请不要插队 为了啊 不要伤害某国的感情 下方同样写了日文翻译 当然小粉红可以继续瞎掰说 这肯定是写给台湾人看的 或是新马地区的人看的 相信大家都心智肚明啦 谁看了谁破坊就知道谁给谁看了对吧? 而且我也不见这个新加坡或是马来西亚的人说 日本仇恨我们马来西亚 日本仇恨我们新加坡 他写的简体中文啊 我没有看过欸 但为什么就到你们你们会破坊 还有这个韩国店家同样写了简体中文表示 如果有概念的中国人请分类回收 当然你们肯定又可以说 啊他肯定是在说台湾省人啊 没错 那你去抗议店家怎么没有写一个Chinese Taipei 为什么没有写中国台北好吗? 而我们都知道 上个礼拜 台风从台湾南部往中国移动 而这个中台已经降成为青台 甚至到后面快变成热带低气压了 不仅造成了福建部分地区淹水 广东潮州也是大淹水 甚至连湖南的一些河岸口都决堤了 山区土石流造成了很多房地塌陷 20多人被困在其中 河南也是啊 连东北吉林跟辽宁跟丹东也是大淹水 横跨了中国南北 东北跟广东相隔中间的那个长度 不晓得是不是可以塞十几二十个台湾了 而这些淹水啊 跟破坏的程度 都不比中台穿越台湾南部时还低哦 福建我们前几天放过一些灾情片段了 今天我们先从广东来开始看吧 自己中间 に感動不耐心 跳在一个 的一个状态啊 没电没水 手机asurung 吃饿え粑儿了 因为天天冷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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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谁说的 朝日很热 热好吗 睡着的水团 还是飘河那种 很爽啊 现在手机价块 有情提示 封权那些各自矮的 不可有种的 不可准备了 没有给国家添乱了 受台风影响 这边马路都淹了 外卖员都不切单了 只能自己出来冰枣吃的 看这菜场 我的妈呀 电成水 电成河了 随时餐厨 这个啊 随时餐厨 哪家哪户都随时餐厨 看嘛 望远大海进来 这样子看嘛 眼带有没有钢线 在旁边 端着 把水带了 看嘛 那找 那找啊 好那这个就是广东潮州的水情 台风穿越台湾已经破坏它的结构了 到中国已经降级程度了 对吧 还造成这样的灾情 所以我不知道小粉红到底在喷什么 对吧 而且广东的降雨量跟当时高雄地区台南地区的降雨量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河南直播主原本是想直播灾情 结果被当地中共的领导带着公安去阻止这名河南的直播主拍片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看见没有 中共那些人把这个直播主扣上冠冕堂皇的话说什么 你开直播拍水灾是伤害那些灾民的水情是赚流量 他自己也是灾民啊 他不能拍自己家乡吗 他自己家也是受灾 他不能拍吗 跟钟明轩讲的类似的模板啊 你提到8964就是伤害中国人的感情 所以你不要提不要拍什么都不要讲 铭记在心就好了 你看到灾情都不要拍 因为你拍就是伤害我们 搞笑谁在言耳道理 那你就要央视不要拍救灾画面啊 不要拍那些给物资的摆拍画面啊 你也不要报导了嘛 因为你报导了 拍摄的就是伤害那些灾民的感情 对吧 明明就是你还没准备好 要怎么摆拍 等这些都打理好了 你再请当地的新闻台 当地的记者 或是你收买的自媒体去报导 哦 你们当地这个镇 这个市救灾有功 哇 非常的暖心啊 来自长沙火车站第一时间报道 7月28号下午1点30分啊 现在车子全部是交通管制 然后地铁也通不了 希望老铁们安排好行程 这段是湖南长沙车站 而今年从6月底到7月底 这一个月 长沙就已经淹了三次 前两次我有做过影片哦 而湖南的合体又决堤了 只是这次不是在洞庭湖附近 所以他的名声跟他的关注度没有上升那么大 所以中共官方没有给他太多的热度 当然啦 不外乎啦 现在又正值奥运期间 所以中国各地的灾情啦 比较没有人关心 比如说长沙好像前天还是昨天吧 不是又开车去连续S人吗 还有在这个大唐不夜城那边有一个人 拿着刀去单挑公安对吧 好多好多这种事情啦 这个热度都比奥运来的低非常多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些影片 除了这些以外 连远在东北的东三省都被影响到了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 累积两天平均雨量是200多毫米 最高的部分区域有到300多毫米 然后造成了各地大淹水 最高水位还有淹没一层楼顶的 高雄平均累积雨量是1300多米 最高是1600多米 我想请问一下 你雨量少成这样 为什么淹得比台湾南部惨 到底谁才要检讨防水工程 而还有当地居民发现 中共又在东北泄洪浪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些这些影片吧 2024年7月28号 大坝全开 看 太壮观了 马场也没有了 太阳岛的化学场也燕了 这是鸭绿江 丹东 太阳岛旅游区 大水已经将整个旅游汽淹没了 大家可以看在洪水里边的房子 水还是非常大的 现在雨还一直在下 估计这一周都有雨 情况很危险 怎么大的水啊 太吓人了 房子都淹了 辽宁大部分地区 累计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 局部200毫米至300毫米 那么受附热带高压和台风隔美 外围水汽的共同影响 从昨天午后开始 辽宁省东部地区迎来了大道暴局 并办有短时强降水 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今天早上5点起 丹东凤城市发布橙色预警 提升全市应急响应道了 说到这个 我们中央政府也宣布了 每户有淹水的 补出2万块台币 依据你在的 县市不同的地方 当地政府不同的规定 还有不同的补助金额 你还有一些民间单位可以去看能不能申请 当然如果你还要保保险的话也可以去 但是在中国有政府层面的吗 你们每年都这样淹 到底政府补助了你们什么 而台湾这个是天灾 但中国这个是天灾加上人祸的泄宏 那你还没有补助 只剩这些保险 看他要不要理赔你而已 你拿这些跟台湾到底在比什么东西呢 今天影片到最后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不喜欢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八小小小见的拜